武器神龍市台灣新文明海內外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胡忠信 我今天非常高興跟榮幸邀請到台中市大甲區農會總幹事 黃瑞祥是誰 請 歡迎請 我們主持人胡大哥 我們所有武器神龍市海內外 我們所有的台灣新文明的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好 謝謝 來 我戴一下這個大甲帽 英文叫做巴拉馬帽 正是大甲最早成名就是大甲帽 你看還是非常好看 這漂片 我們等一下會來介紹大甲帽的原來 來 我們這個節目的五大主題 追求和平 扶助農民弱勢團體 提西拉拔 青龍 我們希望青龍下鄉 以及透過農業來推動身心靈健康品 以及我們希望透過了解大甲 公民人文教育 促進大家心靈的提升 我要引用丹麥哲學家齊克國的話 人要回到靈魂的深處 探討生命的意義 在品質的要升下進行行動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品質要升 什麼品質要升呢 環世謝恩 環世感恩 我實在強調三個重點 一 感謝土地 感謝農民 謝謝食物 你帶著這份能量 你就平安喜樂 你看我主持這個節目 充滿著平安喜樂 充滿著這份能量 我們要散播造就人的好話 我來請教瑞翔總幹事 大甲 大甲大甲 三個小媽祖大家都知道 能不能針對大甲的人文景觀 先讓大家有個印象好嗎 請 好 謝謝我們胡大哥 在這裡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大甲 先讓大甲對大甲有一個綜合的了解一下 我們大甲區是在我們大甲市的統塞北角 他的法兵剛才經營到我們苗栗館的緣營 當兵就是我們大甲市外部鄉 我們兵就結了一條大甲駒 跟我們清水相對看 塞兵有我們大甲鄉 或是大甲區 以及我們部份的這個台灣海狗 一般就在我們這個電視節目 如果說到大甲的時候 差不多我們的觀眾朋友都會在那裡 在我們每年的農曆三月的時候 去收到電視報道的說大甲媽祖 要來新港妖境這個活動 這都是差不多在那段時間 我們大甲媽經過我們中法官 婚姻官 來到嘉義官的新港鄉 來做這個妖境的活動 這每年都是非常老的 這也我相信是大家對大甲有一個粗暴 沒有印象的一個起點 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我們這個大甲媽的勞境 也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三大 重到外東 以上 我想就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觀眾朋友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讓我們對大甲有一個粗暴的印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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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中暗叔 今年很多農會都超過100年 台中市的大甲區的農會創立民國四年 就1911加4就是 一百塊 已經一百塊五年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歷史 我們最近訪問很多農會 超過100年有超過102年的 能不能介紹 大甲區 融會最主要就是這個大甲米 能不能把大甲米最值得交的地方 其實因為最近可能是因為宣傳的關係 往東部移走 但是能不能把大甲米 它就是我們所知道的 最西海岸最具有特色的大甲米 向大家介紹 請 好 謝謝我們胡大哥 在這裡我本能的面向 跟我們故意介紹一下 我們大甲地區的農會組織 以及我們大甲地區農作物 這個產品 我們大甲農會生日在民國四年 到現在已經 一十一十多年了 這因為我們農會 在這裡跟我們地區的基民 做一些成長茁壯 我們也有著地平農的發展 要更好 我們在為未來做打招 為了我們這個農會 要跟我們地區做一會來訓導 讓我們農業不可以有更好的狀態 我們農會 兵持到甘運飛機 繁榮地區的儲中 以我們現代法的經營的慣例 專業來讓我們地區的需要 發展我們地區的繁榮 這是在我們農會做一個 他的一百塊五年來 他們走過我們堅持 所堅持的 而且要給各位做一個介紹 就是我們地區的農作物 我們的農產的作物 首先我們大家 基本剛才沒有跟各位報告 我們大家總共五千五百八十一公圈 差不多有一半是經典 一半是這個 就是非經典 其實我們大家是一個半都市型的農業 一個半都市型的這個 所在 他的人口數也差不多有七萬七千多人 在我們這個 這一半的農業經典裡面 我們的美 是主要的一個作物 根據跟統計了解一下 大家所有水豬的生產民族 是我們全台東市第一名 統大的水豬山區 還有做一個簡單的統計說 以我們大家一年生產的 這個豬米 回來北域的時候 我們剛才差不多有 一萬六千幾公噸 如果要以現在我們台灣人 一年吃四十五公圈 我們大概一年生產的米 可以供應差不多有 三十五萬人的人口 可以給他吃一年的量 這是我們主要的 注意的部分 那大家還有另外一個作物 我們這個 代表性的作物就是蝦子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如果現在說蝦子的時候 都說這是不是大家 還有蝦子 在這裡我也要照我們 電視台的這個機會 在這裡要感謝我們 全國好朋友 對我們代表蝦子的支持更固定 我們代表蝦子才有 今天這個發展 有我們大家這個 觀眾朋友 大家對蝦子的支持 我們同學也會賓錢 就跟蝦子農 大家做一個打招 還可以讓蝦子 有更好的一片的未來 好 謝謝 好 中米跟蝦子 他剛剛說蝦子 我來引述這個大甲米的 非常亮麗的成績 一 獲得榮委會有機米成果 評鑑第一名 對你第一名 第二 民國97年獲選為 台灣榮魚會百大精品 主要是台中192號的優質毫米 甚至大甲還有這個稻米產業文化館 強調米食文化 就這部分 是不是請他中幹事務 來 金融你用這個機會來行銷 我知道你也是行銷出身的 利用這個機會 再給大家定心認罵代價米 來 請 在這裡 我們在電鑑政府 在水流這部 我們在民國八十六年 我們就成立到 頭一個 油基米的 輔助一個油基米的財布 在八十六年 我們就有 這個生產 做立到這個油基米的 這個 有機稻米的生產班 這個班 是在我們台下區的零座里 因為它灌溉水源 都是採用沒有污染的這個 煎水 所有的辦法 都依照了這個 油基的生產規範 來做財布的管理 當時它也有處理到 這些最關的認證 我們農學到農學的關係 我們是從來 採取方式 來幫他們 全部來收繳 我們農學再做一個加工 以收包米 在國大通路來做販收 另外這個 我們的油基米班 也非常不簡單 在九十年度 有獲得到 農委會 全省油基米 成果的憑感的第一名 這是我們農委會 讓大家付出 辛苦打招的 我稍微查一下 為什麼大家認為說 臺灣當部的米 米比較好 電腦最大的米也一樣 大家放下去 問題是在哪裡 可能是我們 我們的觀眾朋友 比較快看到說 我們的當部的環境 它比較沒有這些工廠的發展 相對的 人類的破壞 也可能比較少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台下地區 剛才各位報告過 這三百 總共三千幾公斤裡面 也有部分 它是在非常好 在飛行山下地區 這裡的一個很好的地點 在做一個生產基地 另外 我們在這個 一百零五年 我們台下為了 讓我們生產 比較好的水中 我們特別去 和我們台東 農業監獄 采取到一個品種 叫做台東一九二號 采取到友善栽培的方式 要來為了 讓我們農地 有一個比較好的生產環境 讓我們農村 有一個比較漂亮的景觀 營造一個 讓昆蟲也能住的一個 生產栽培環境 所以我們去提出 這個友善栽培的米 來讓我們的農村 有一個好的環境 生產到這個好的米 來供應給我們的消費代表 至於另外剛才我們 福大科有拿去到 我們的台下的米 多年來 在我們西部地區 開始是很 有一個山區 所以我們在 八十四年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本會大樓 也從全國農會裡面 投一個去創立 以中米為主 去設立的一個 稻米產業文化館 這個 中米 我們要由這個 稻米產業文化館 要來把 這個館裡面 來提供到 它的相關的一些 中米的文化 還是中米的這個 米食的 中米的米食的 這個相關 跟我們人生的一些 相關的這些 都在這個中米館裡面 可以做一個意義的呈現 這也是我們大家 因為水中這個量 我們來做這個 文化館的這個 創立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參觀這個 稻米產業文化館 還有一個問題 大甲區農會 輔導這個 匠師的故鄉 匠師的故鄉 就是成立一個休閒農業 特別來介紹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福大哥 我們的這個大甲匠師的故鄉 休閒農業區 其實是要為了延續 剛才這點沒有了 我們以前我們說的 這個大甲大甲冒時 對 這一個 記憶文化 我們在民國90年的時候 我們大甲地區剛才有 就是新傳獎的得主 這個寡政院阿嬤 我們就依他那個所在地 我們去把整個 成立一個休閒農業園區 並在92年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說 依這個令朝編織的這個 手工業 作為發展的環境 把他賀名合作 降師的故鄉 這個休閒農業區 來成立開 希望就由這個 休閒農業區 跟我們大甲地區的水中生產 還已經就是傳統的手工業 做一個結合 利用他剛才挖海邊 大家挖海邊 也是在我們台東市的 統席各家 我們做一個結合 來提供給我們的消費大眾 可以來做休閒 做這個環境的體驗 我向我們的觀眾朋友報告 這個農郵券到9月17號到期 140萬張還沒有用 我希望大家趕快去消費 有140萬張 其中我特別推薦 到大甲區融會 這個相關的會館 以及購買大甲米 大甲米一定是一級棒 接下來我要邀請 也是融會的家政指導員 陳秀蘭小姐 一起來參與來介紹 他們怎麼做相關的米的產品 我們的大甲融會出產的這個 和樂幸福米披薩 它是一個純手工做的東西 它的特點在於說 它的餅皮 它是用我們大甲和樂幸福 這支有篩環境栽培米做的 米股粉 融合一些麵粉下去做的餅皮 與市售的披薩完全不同 它還搭配在中間的部分 有搭配我們的大甲和樂幸福的米 以及我們大甲芋頭 還有一些在地的特產 就是像洋蔥番茄 我們大甲也都有種 那比較特殊的是在於它的熱量 它的熱量是一般市售披薩的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那一樣吃一份 200公克的一個披薩來講的話 它的熱量其實是只有 比一般披薩的一半到三分之一 而且還有一點辣含量 是一般市售披薩的四分之一 所以以健康取向的現代人而言 它的 雖然它的口味不是很重 可是它是比較是不健康 而且清淡非常好吃 對 而且胡大哥 你現在吃的披薩 是我們早上烤 你想看看它已經經過五個小時了 但是你如果宜三班族 他早上他可以先 準備一下中餐的部分 把它先在家裡烤好 然後直接帶到辦公室吃 午餐點心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給小朋友 帶去做學校吃也可以 因為剛剛我說過 它的辣的含量 是一般披薩的一半 不到一半 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很少 那以我們現在小朋友在吃的 或者是我們一般在外面用餐的部分 辣含量是我們國人最害怕的一個部分 那大概就是這部分 那再來介紹這個玄米餅 玄米餅 對 這個玄米餅 也是我們這個和樂幸福 友善環境栽培米下去做的米穀粉 那與一般市售的這個米餅 不同的話是在 它還有採用我們的大甲芋頭的芋頭粉 芋頭粉加芋頭丁 不是純粹就是芋頭 所以它的整個口感不是只有豆蓉的感覺 你會覺得說好像更酥 但是它的酥不是因為說我們油加得多 是因為我們本身的 有添加了米穀粉 還有就是芋頭粉 那芋頭粉的話 你一口咬下去 你會覺得說那個味道到底是什麼 好像芋頭湯 可是你又沒有吃到 都那個芋頭的硬塊 而且不甜又爽口 對 然後我都會跟同事說 你這個你覺得價格貴 可是你要把它想一想 我如果今天外出 然後它是單片包裝 我外出當點心或者是我登山見行 帶一個乾糧是很好的一個選擇 而且我不用怕說我吃到一個不好的東西 所以主要我們的大甲芋頭 還有我們的和樂幸福米 這個都有做產銷履歷 然後來源採用的都是我們大甲農會 提供做成的東西 謝謝各位 向大家介紹 大甲米 大甲芋子 包括米披薩 薛煙餅 這米披薩是冷凍食物 可以團購 最後我要請教總幹事 就是利用國旅 就是能不能介紹 讓大家叫大甲地區 重要的像鐵沾山 鐵沾晚霞 重要的一些相關活動 休閒農業 向大家介紹做結論 請 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農業的還有140萬張還沒去擁住 到9月17號之前就截止 我們也在這裡 我們所有的持有農油券的各位 歡迎您來到我們大甲區農會 門事部這裡都有提供了 相關的這些米披薩 還是我們的玄米餅 而且這個玄米餅 非常適合我們中秋 三五個好友泡杯咖啡 還是來一杯花茶 配個玄米餅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剛才我們佛大甲有沒有提供到 農油券 從這裡來我們大甲 匠師的故鄉 這個修行農業區來這裡 走走走走 以外我們大甲來這裡拜個大甲阿嬤 還有我們大甲有一個 我們曾經為清朝十二大民警之一的 鐵沾晚霞 我們的鐵沾山 它是一棵不怎麼高的山 海拔只有236公尺高 無法高 不過卻非常適合大家 家裡大大小人帶來這裡走走走走走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一邊來這裡刺頭 還可以來買到我們大甲 所出產的有一個農產品 再來拜一個大甲阿嬤 祈求一個平安 我相信在這個 這個年度裡面 我們的武漢會議 會就很能夠順利的 來做一個結束 也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新的 好的未來 謝謝 我們還有一集會介紹這個大甲的蚵仔 大甲羽頭 但是還是把大甲米 利用這個最後機會 向大家行銷說 為什麼大甲米 它的最好的地方 優質在哪裡 請 好 謝謝吳大哥 就這個時間 做一個工廠服務 要跟我們所有的 海來外的觀眾朋友 做一個慎重的介紹 我們今天剛才有說過 我們這支這個油漆米 在我們86年 我們就先離開 到現在已經 每年二十三年 已經一個小孩 我可以介紹的年紀 它的米質非常好 甚至今 在到我們農委會 第一名的肯定 這是我們大家的油漆米 再來 我們這支河路幸福 這支米 是我們在最近這兩年來 我們一直要推動 這個生態栽培 希望說 這個栽培環境 是一個人 跟山田 跟我們的農村 環境 是一個共融共享的 這個栽培觀念 所以我們希望 在我們山田裡面 可以看到有這個 任何這些小昆蟲 小動物 還有真是天上飛的小鳥 都能夠回來的 讓這裡是一個 新興向榮的一個生產基地 我們希望這支米 藉由這樣子的 田間栽培管理 縮性上海 它在天間就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可以讓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有一個很好的 有一個酸碟 再來 要向我們各位介紹 應該是賺這個機會 因為中秋也要加了 我們這支玉香玄米餅 是很適合我們大家 在這個中秋 不會大油大 不會太油 它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酸碟 因為它是純粹 用我們友善栽培的米 跟我們加上大家的蚵仔 這兩項原料 下去加工的一個壁 非常適合我們大家 在仙霞之餘 大家拿出來做一個沙桑 祝這個機會 希望我們大家 多多支持 謝謝我們大家 祝我們大家身體的健康 我們希望透過這節目 從政 我戴這個大甲帽 大甲席 還有大甲米的雄風 感謝這個瑞翔總幹事跟秀蘭 不要忘掉去大甲農會下會 謝謝 感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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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大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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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謝謝 謝謝 backed